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imon的頻道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普通人沒有洪厚的家庭背景 沒有天生過人的學霸天分 我們要怎樣才能夠跨越到富人階級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剛才的一些天生優勢之外 也還有很多機緣際遇等的不確定因素 不論是天生優勢、機緣際遇 我們都無法自己控制選擇 但有一種因素就是肯定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個就是習慣 今條影片就會一同大家一齊看看 成功人士富裕人群的五個良好習慣 成功人士通常具備持續學習以及成長的習慣 這個不單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財務支持 去接受高質量教育 而更加是因為他們知道知識以及技能的累積 是實現他們個人以及職業上成功的關鍵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成功人士會花費更多的時間 甚至是金錢去學習呢? 他們究竟為了什麼呢? 首先持續學習可以令到他們個人保持競爭力 並且保持起他們自己行業的前端 想像一下當你擁有必要的知識以及技能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加自信地接受挑戰 展現出自己的價值 相反如果你停滯不前 你就有可能失去優勢、錯失機會的 其次就是持續學習也有助於開拓新的機會 以及視野 當你學習一些新知識的時候 可能會引發出你的創造力以及創新思維 為你的事業帶來新的發展方向 例如學習新的編程語言可以令到你開發新的軟件 學習新的商業模式可以幫助你開闢新的市場 還有的是 持續學習可以為個人帶來更大的成就感以及幸福感 亦都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興趣以及價值觀 所以如果你想起個人或職業生涯當中取得成功 那就要養成持續學習的習慣 它當中可能意味著你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但是它會為你帶來更多的回報 亦都只有持續學習才能夠不斷超越自己 迎接更大的挑戰和機遇 第二點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成功人士通常都非常忙碌 每日要面對很多壓力和挑戰 除了要有足夠的技能能力去應對挑戰之外 亦都要有良好的狀態 成功人士習慣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們注重健康飲食、運動和休息 讓身體保持健康狀態 保證自己能夠精力充沛地去面對每一日的挑戰 健康的飲食是保持身體健康的基礎 成功人士通常會注重飲食的營養均衡 以及食物的新鮮度 他們會選擇吃大量的蔬菜、水果等等 這些食物能夠提供足夠的營養和能量 讓他們保持充沛的精力和工作效率 此外他們還會避免食用過多的糖分以及脂肪 以避免不必要的健康問題 其次 適量的運動亦都是非常重要的 成功人士通常會將運動作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無論是朝早的神跑、夜晚的瑜伽 或者是不休時間的健身 都可以幫助他們保持體力以及精力充沛 此外適量的運動還可以提高免疫力以及用來舒壓 還有的就是充足的休息 注重規律的作息時間 保證每日的睡眠時間充足 所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回報的 當你擁有健康的時候 你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提高工作效率 甚至長期地減少你的醫療費用 以上幾點其實都不需要些昂貴支出就可以做到 而富裕人群甚至會聘請一些私人醫生或者是健康專家 去深入了解自己的身體 計算精準的運動量 最適合自己的食物 甚至乎去了解最新的醫學研究養生方法 當富裕人群都這麼關注健康的時候 以上幾點幾乎免費的健康重點 我們又為什麼不去做呢? 第三點就是心態 你有沒有發現身邊的富裕人士 不管他們遇到什麼挑戰和困難 他們往往都能夠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呢? 他們為什麼要保持這一種心態 這種心態又會為他們帶來什麼好處呢? 首先 積極樂觀的心態能夠增加人的擴壓能力 以及應對挑戰的能力 有研究表明 樂觀的人在遭遇到困境的時候 更有機會去採取一些積極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消極地選擇放棄或者逃避問題 他們更容易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並且有勇氣地去克服困難 這一點令到他們在職業生涯 甚至是人際關係當中 都能夠更容易獲得成功 其次 積極樂觀的心態能夠提高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質量 一個樂觀的人通常更容易發現生活當中美好的一面 相反 一個消極的人就更容易感到焦慮 抑鬱以及孤獨 還有的就是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 可以幫助人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積極的人更容易設定目標並且為之而努力 而不是讓到命運隨意地支配自己 隨波逐流 他們更容易去迎接新的挑戰、新的機會 通過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所以 如果你都想擁有一個成功而充實的人生 就要學會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堅信自己能夠克服 並且 不要忘記在生活當中找到美好的一面 為自己和身邊的人帶來更多的快樂和幸福的 第四點就是時間管理 成功人士知道時間的價值 明白時間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 需要善價利用 他們會合理規劃時間 將時間用起最有價值的事情上 避免浪費時間和精力 譬如Apple公司的前CEO喬布斯 就是一個非常注重時間管理的人 他會將時間用起最重要的事情上 將工作按重要程度去分級 並且根據時間緊急程度去進行排序 他還會設定時間表 有了一個可預期的時間表 直到下一段時間的工作內容 可以避免自己永遠起一種臨急抱佛腳的狀態 而且時間表也有助於你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個人生活 令到你能夠有足夠的時間去休息和享受生活 這一種注重時間管理的習慣 不單止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還能夠讓生活更加有秩序 避免混亂情況導致的壓力 來到這裡 當你管理好自己的時間 擁有足夠的能力 健康的身體 積極的態度 是時候向上衝刺了 也是今天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積極制定目標 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夠取得卓越的成就 部分的原因在於他們明確自己的目標 並且採取行動去實現這些目標 他們不單止設定明確的長期和短期目標 還能夠制定詳細的計劃和行動步驟 以確保每一個目標都能夠順利地實現 此外 他們也會不斷檢視目標的進展情況 並且對計劃進行必要的調整 這一種目標導向的思維方式 會令人始終保持一種清晰的頭腦 高度的執行力 從而實現他們的願景和使命 在實踐過程當中 也都難免會遇到挫敗 記得這個時候除了要逆境自強之外 還可以自我激勵 在設定大小目標的同時 可以去設定完成目標 可以獎勵自己一些東西 可以是你喜歡的玩具、興趣的東西 或者吃一頓好的 再或者是去一個旅行 這一種自我激勵 會成為一種自我驅動力 即使真是面對挑戰、困難的時候 都不會輕易放棄的 以上就是成功人士的五個良好習慣 包括持續學習成長、 追求健康的生活、 積極樂觀的心態、 注重時間管理、 以及設定目標 這一些習慣不僅有助於實現財務自由 也能夠帶來更豐富、充實、有意義的人生 希望今天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個like 以及將這條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見 歡迎在留言區 和大家一起討論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